中国历史悠久,史上出过许多皇帝,有些名流千古,有些遗臭万年,还有些人默默无闻,甚至英年早逝的也不少。 汉昭帝刘福林也是英年早逝的一个,他去世的那年才21岁,他是幼年登上帝位的,在位有13年之久,关于他去世的原因,史书上很少有记载,就算提到他的死,也仅仅有四个字,因病驾崩,如此简单的概括,让人十分可疑。 汉昭帝死后,霍光作所为没有达到汉昭帝的要求,他辜负了刘福林的信任,苏哲甚至说,霍光是害得刘福林短受的原因,后人根据苏哲的话,认定汉昭帝根本不是病死,而是被霍光所杀。 现在人们拍电影,干脆就把情节改成了刘福林是刘荀害死的,霍光是帮凶,至于为什么他们要害死汉昭帝,有人说,因为刘福林不是汉武帝的亲生儿子,关于刘福林有许多传说,其中一项是,说他母亲怀胎14个月才生下他的,一般的胎儿只要10个月,这个事实有被常理。 汉武帝临死前就叫霍光去查这件事,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怀胎14个月生下的,还是其中有什么阴谋。 结果,霍光查出,刘福林果然不是汉武帝的亲儿子,汉武帝总怕江山落入外星人手中,死前就叫霍光查清这件事,如果刘福林不是他的亲儿子,就将他杀了。 所以,霍光遵照先皇的一命杀了刘福林,当刘福林死后,他马上拥立刘鹤为皇帝。 不过,这个事件太富传奇色彩,许多人都不太相信,人们认为,霍光之所以杀害汉朝底,无非是为了自己的野心,毕竟权力这东西,很少有人能够拒绝。 不过,这些也只是人们根据一些野史得出的结论。 据史书记载,刘福林其实并非他人所杀,而是病死的,临死前其实他已经病了很久了,许多有名的医生也治不好,刘福林的病可以说是无药可救了, 他的死是必然的,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而且当时霍光是非常重要的辅政大臣,刘福林十分信任他,正因为此,霍光才能在朝廷上一呼百应,掌握重权。 如果没有刘福林,霍光的地位也不会这么尊贵,所以霍光应该不会对刘福林下杀手。 而刘巡呢,当时并不在皇宫,他还在民间流浪呢,根本没有机会,也没有理由去杀害刘福林。 所以,刘福林应该是病死的,刘福林死后就葬在平陵,如今,那里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。 不过,据说当年因为刘福林去世的太突然,他的陵墓还没有完全建好,因此在他死后,人们还在拼命地赶着建筑陵墓,光是使用牛车拉沙子就用了三万两。 规模如此大,也就只有皇帝有这种待遇了,平陵设有帝陵和后陵,上官皇后后来也与刘福林合葬在此处。 只是,两座陵墓相隔了几百米远,中间有条路相通,关于这个上官皇后,她其实就是霍光的外孙女。 所以,有人说的刘福林是霍光害死的说法,其实是不正确的。